欢迎收看娱乐吹水不妈嘴 小S和旧爱黄子娇分手了15年 终于再次同台了 上演了一场拥抱流泪的大和解戏码 小S还说当年是大家太年轻了 大家看到这一幕或许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情 但是对他们而言 这一哭就解开了15年的心结 两个人终于走出旧情的阴影 这回真的是再见意识朋友了 当年他们俩爱的高调 70后80后基本上见证了小S和黄子娇 从恋爱、劈腿、痛苦纠缠、新欢、结婚 生子到现在宾室前嫌的全部过程 那我们的吹水团对这两个人又怎么说呢 蛮感动一些啊 想不想假到死了 这两个家伙 第一个反应是哇 这个一定很多人想要看 包括我在内咯 哼 假咯 这道话题咯 骗人的啦 要感动的话也不在一个TV秀里面 那样大 那样吗 一开始看还蛮感人的啦 可是后来回去想一下 这个有没有剧剧效果就是一个问题了哦 15年他们并不是讲失散 不是什么失散凶妹姐弟 这东西是死人东西 死人东西 你还要去 啊 放去TV秀里面 看 你是拨什么 你是拨你的TV秀的收视力高吗 是要的啦 因为毕竟一开始吼 他们闹得很不合嘛 然后 黄子娇就背负一个什么劈腿的罪名啊 他现在居然已经就是来一个大和解 也还 也算还 还子娇一个清白吧 我觉得 是去宣传 因为 因为你要想 他不是普通门是艺人嘛 小夜相红 所以 如果你在一个 在只要在微博讲一句话啦 大家都知道了 你不必搞了 在一个自己的节目上面 这样子是很商业化的 一般一般哦 一般一般啦 是小夜要当妈妈啦 我觉得还没有这种 这种什么优质心态啦 真心也有啦 演戏效果就会有多少有点啊 有30%是人心 70%是为了节目的手艺咯 嗯 觉得不应该啦 因为万一你处理不好 就会害到对方了 他们谈了 那一让媒体就跑了 我去拍一拍 他们想不高调都被他高调啦 这种 这样子 你和解的那个 那个目的就被人混淆了 如果你真的很纯粹 是为了友情啦 你将那个阿娇 真的摆上去 给大家知道哦 我觉得阿娇自己也不是很好过啦 就是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 我们的性格不合 第二就是我们没有未来的哦 我们 哎呀我们两个人不适合 然后 你下一个会更好吧 我觉得 这句外国讲的啦 做朋友好过做情人 很多人说呢 时间是治疗爱情伤痕的两药 但这方法呢 只能治标不治本 小S和黄泽交的大和解戏码呢 确实为大家树立了一个饭点 感情是零 好好的处理 以免彼此的心结一埋 又是另外一个15年了 小S和黄泽交的大和解戏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